音乐 我在听到他的声音之后 就非常想和他有一些 电子音乐上的合作 想要帮他制作和改编歌曲 所以在编曲上面 我用了大量的未来的声音设计 会融合到我们的音乐里 对不起 打断您说话一下 就是我觉得就很普通 就是一般的EDM的歌曲 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 很未来的东西 哈喽各位 这里是音乐猛开头 我是小凡 这档电音节目刚播就火了 张一鑫作为导师 极其严格的风格 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早在一档选秀节目里 他就是这样的 Balance上 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强调的一些Balance 还是我刚刚说的Balance的问题 动作没到位 收放不自如 动作不好看 至少在我看来 不是那么的厉害 我希望看到你们更加厉害的 没想到网红一姐冯蒂默 居然也参加了这档电音节目 但张匹蒂对这段演唱 并不是很中意 城市那么空 这回忆那么凶 这几道车水马楼 我能和谁相拥 你们选的是未来感哈 没有让我觉得很未来啊 好像真的不太未来我觉得 尝试未来 尝试未来 我觉得其实未来感应该就是一种态度 因为电子音乐我觉得本身它就很未来 面对这一风提莫做出来的解释 可是张匹蒂依旧很坚持 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呈现出来的 有点差强人意 如果到后面 它如果单拎出来 你会同意吗 不知道这样的话 是否意味着封提莫有晋级的可能呢 不知道封提莫是否能成功晋级 但平时大家都听惯了她在直播里翻唱的流行音乐 真想知道她对电子音乐是怎么表达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